早幾個星期我就講過這個荷里活的斬人案 借此去講精神病人的問題 片中我就有提過大家將精神病視為空案的終極答案 事實上是將危險歸咎是一個空中流角的因素 並且透過指插這個終極答案去換取自己安慰自己的安心感 而留言就有傢伙在說 如果精神病不是終極答案 那麼雪仔你認為終極答案是什麼呀? 我看到這個留言我才發現 原來真的有人這麼沉迷在終極答案之上 於是我就回了他 其實我的意思是不存在一個這樣的終極答案 也因為這位觀眾 所以我決定開這一集去講 你追求的終極答案為什麼不存在 你們一直以來看世界分析世界的方法根本是荒謬的 我會順便講一下大家很喜歡那些什麼人性實驗 那些什麼史丹福監獄實驗 魯西法效應這些醬汁的名字 講一下大家一直誤會的終極答案 大家好我是屬屬客 今天講的就是終極答案 這個channel就是專講動畫電影電視劇和知學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LIKE COMMENT LIKE SHARE 三連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還有LIKE我FACEFORM INSGRAM 加入我YOUTUBE和PATREON會員 最近搬屋大家多多課金 雪仔莫彩啊 其實這一集的內容都是講一些大家經常犯的謬誤 當然就是由這個終極答案的講法開始講起 我上次只是輕輕提過終極答案的講法 而沒有深入解釋過 而這次我就會詳細一點去講 這個終極答案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看過之前講的空案那段影片 我就先解釋一下什麼是終極答案呢 所謂的終極答案就是指 某些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將這個事情歸咎在某一個單一因素 以為解決了這個單一因素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稱之為這個終極答案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 他被人強姦 是因為他穿得少 這種說法其實就是暗示著 你只要穿多點衣服 你就安全了 穿得少就是作為被人強姦的終極答案 就是為了讓你可以安心地出街 不怕危險的一套說法 如果有人說 其實被人強姦不是因為穿得少 否定了你認定的終極答案 你就會很不安 蛤?原來我穿多衣服出街也不安全嗎? 為了不出現這種不安 你就會繼續擁抱你這個所謂的終極答案 這種終極答案的思想 其實預設了一個很荒謬的前提 就是那個問題 存在著一個決定事情發不發生的單一因素 就好像穿得多穿得少就是決定你不會被人強姦 精神病的問題就是唯一決定空案是否發生的因素 同時今時今日的傳媒KOL 不斷去勸掩這種終極答案的情緒 令大家更加確信如此 令我們習慣了在看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第一時間都是想去找一個終極答案 到最後 即使那個終極答案不會令你安心 即是沒有了前面的效果 但你已經習慣了有這個答案 所以你依然會去尋找這個終極答案 這種終極答案的想法會令我們忽視了社會事件本身的複雜 事實上我認為這種思維是令到今天越來越多人 沒了以為自己有四條 因為他們聽完幾分鐘的懶人包 就以為自己已經透徹地了解終極答案 之後就拿著這個智慧很有insight的答案走出來 要武揚威 其中一個我今天主要想說的終極答案就是人性醜惡 其實很多情況之下 大家都很喜歡用這個終極答案來回答問題 但凡有鬥爭、害人之類的事情發生 很多人就會說人性真是很醜惡 很多人很主張一些事關於人性智商 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個實驗 就叫做米爾格倫電擊實驗 又或者叫做權力服從研究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我一般就會稱之為電電實驗 這個電電實驗就會假扮是研究 看法對於學習行為的影響 受試者會擔任老師這個角色 當學生答錯問題的時候就要電那個學生 而那個學生其實是不存在的 是實驗人員辦的,是錄音而已 老師和學生之間是隔著牆壁 不會看到學生 兩個人只會用咪的東西交流而已 隨著學生答錯的問題越來越多 實驗者會要求那個老師用更高的伏特 去電擊那個學生 而那個控制電壓的控制器 都標明過了某個伏特之後是危險的 如果老師認為不妥或想要求退出實驗 實驗者就會拒絕他四次 當受試者即是老師第五次要求退出的時候 實驗才會結束 又或者如果受試者服從的指令 將電壓提升到最高之後 電距三次 實驗才會停止 而這個電電實驗之中 有62.5%的人都會提升到最高的電壓 但這次的主角不是這個實驗 而是電電實驗的一個後撤實驗 就是研究者找了一群人 向他們講述電電實驗的內容 就是會跟他們說 這個實驗有62.5%的人會到最高電壓 之後再去問聽了這個實驗的人 你覺得為什麼會有六成人 將電壓提升到最高呢 而大部分人都認為 就是因為那六成人本身的人格是有問題的 是混蛋 這個就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基本歸陰謀 其實我都說過 人在分析事件的時候 總會高估了個人因素的影響 總會認為 那些情況的發生 跟那個人的人格 人性有關 而忽視了環境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 有很多人會將電電實驗演繹為 人很容易就服從團威 聽話去做一些壞事 他們會將壞事歸陰在那傢伙本身身上 因為那傢伙就是那個壞事的終極答 而忽視了事實上電電實驗的這個局 本身對當事人的影響 我在這裡可以分享另一個實驗 就是這個哲學教授幫人實驗 情況就是實驗者會找一些哲學系教授 叫他上學校開個緊急會議 很急很急的緊急會議 然後就會在教授上的必經之路上 安排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一個坐輪椅之後仆街的人 看看那個教授會不會幫那個人坐到輪椅上 實驗就分了兩組 一組就是教道德哲學教授 另一組就是教跟道德不相關的學科教授 假設那些教道德哲學教授 是會比其他教科教授有更多的道德知識 假設 實驗就是探究更加有道德知識的人 會不會比起沒有這些道德知識的人更加願意幫人 結果是兩組人會幫那個仆街 仆街的人的比率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個人的道德知識跟他會不會伸出援手 其實是無關的 實驗又找了另一班人 這次的會議就沒有上一次的實驗那麼急 結果會幫那個仆街的比率是有明顯提升的 就是我對這個實驗的演繹就是 外在因素的會議急不急 對人的行為影響其實很大 我們將行為歸咎在一些個人因素無疑是有問題的 點點實驗和幫人實驗其實就是正反兩面的實驗 一個就是你會不會做壞事 一個就是你會不會做好事 要知道這些實驗都是在受控的環境之下做的 如果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之上影響 一個人有行為的因素只會更加複雜 所以我們想在一些社會事件上 找到所謂的終極答案 根本就是原目求如 現在我們回想回荷里活空案 大家會將凶案歸因於精神病 又將原因歸咎在對精神病人監管不足上 是不是太天真了 以為監管精神病人就不會再存在這種問題 未免將事件想得太簡單 這個我今天想說的實驗就是 很有名有個好認好juicy的名字的 盧世法效應 這個實驗就是找了一班人過來 好像是21個 一些就扮演囚犯 一些就扮演肉卒 結果扮演了兩天之後 那些肉卒就開始做一些肉卒真的會做的事 例如心理折磨的囚犯 無理懲罰囚犯 例如他們用手洗廁所 這些原本都是正常 有同理心的人 因為實驗賦予了他們 肉卒這個角色 就令他們變成惡魔了 哇 這個盧世法效應 真是很juicy的實驗 所以我想你們多多少少上網都會有聽過這個實驗 所以我不覆述實驗內容 即是一些大家不斷搜尋都會知道的事 看完這個實驗之後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權力使人腐化 不要試探人性 這種口號式去總結 路西法效應的說法 永遠是吸引人目光 永遠很juicy 你會覺得很順義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種現象真的可以這麼簡單歸納嗎 事實上 這個實驗是充滿著各種爭議 例如 有在實驗裡扮演肉卒的人 就說過 那個教授的實驗者 其實是有叫他們 扮得像這個真正的肉卒 態度要強硬一點 即是實驗者有些干涉在裡面 又或者有其他研究想重複監獄實驗 但就沒有得到一樣的結果 路西法效應和剛才說的電電實驗 和幫人實驗不同的地方就是 路西法效應這個實驗的環境太複雜 根本難以控制變量 因此 由這個所謂的史丹福監獄實驗 得出的結論根本不可靠 但就是因為路西法效應這個名字夠juicy 結論夠簡單 得出的口號 權力使人腐化 夠終極答 所以就經常有人拿出來作為談知 但就沒有人去探討 究竟這個現象和口號式的結論是否相關 當事件的發生足夠複雜的時候 我們更加不應該妄下判斷 人類總是想在複雜的現象上 找到最簡單的原因 這種思維在分析事件的時候是最不應該有的 這就是為何我會極力反對這種終極答案的思考方法 就好像近來台灣有MeToo風潮 很多女性開始掃說她們受到性騷擾的經歷 很多人就會在事件中 嘗試用一些口號式的廢話去鼓動大家的情緒 右交wrap票傻交就會說 女性說話就不可信 女性就是喜歡說謊去得到她們的advantage 所以就不應該相信她們 左交政治正確七頭就會說 我們應該無條件相信受害人 而自以為客觀的理中客就會質疑女性 為何你現在才說 被人騷擾了那麼多年 而那些無腦沙沙就會說 女性受到性騷擾要學會反抗保護自己 這些說法全部都是過於片面地去理解這件事 誠蘇搖MeToo都是在複雜的社會權力結構底下的現象 任何簡化的理解都只是純粹挑動情緒的廢話 如果你想理性地評論、分析社會事件 你就應該有需要研究、知識和理解 最重要是你要理解這件事 而不是看到新聞 有人隨機殺人就歸隱在精神病 你完全沒有研究過這件事 又或者見到有人MeToo就說 女性不反抗就是自己的問題 那這集不是說MeToo 所以我不過多去分析MeToo這件事 想說一下可以留言 有機會或者說一下台灣近來的MeToo的事 都挺Hit的這個話題 這集的重點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吸收資訊的重要 每一次當你想下判斷 就說這件事是怎樣怎樣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想的就是 究竟你知道的事是否足以支測你想下的判斷呢 就像我上一集說哲學講知識論的Menos Paradox一樣 當你不知道一件事的時候 你又怎知道別人說的話是正確還是錯誤呢 聽從口號式的終極答案並且風味規念是很簡單的行為 相反得到足夠資訊才下判斷是成本很高的 但只有這樣才是理性才是理智的行為才是理智的判斷 聽從簡化的結論只會令你變成蠻無 所以大家要多點理解多點吸收資訊 我的意思是你懂得多點不同的東西 你當然是學識高了 你的判斷才是好 這就是我今集想說的重點 今集我想不到些什麼 comments的問題 如果支持雪仔就留下comments幫雪仔加Wish 或者大家還不喜歡現在這個Model 大家想多點女體化的雪仔 即這個雪仔 這個Model叫雪仔 大家想雪仔多點出來說 就是想我用回之前正常的雪仔Model 哈哈哈哈 這種無聊的題目應該小view到爆炸 你也聽到這裡 支持一下雪仔留言幫我加下Wish 還有share一下出去 讓大家知道 喂有條狠狗喜歡說這些懶有道理的東西 聽到這裡支持一下雪仔或雪紙 對不對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逢星期二、六、晚上八點 下逢星期五十點 youtube直播 喜歡影片給我按LIKE、COMMENT、LINE、SHARE三年 還有沒有忘記訂閱觀眾頻道 還按LIKE 還按LIKE我Facebook、COMMENT、LINE 還按LIKEYOUTUBE和比賽會約 之前雪仔還可以去Superfans 我加上香港肉之后是何 請讓下月分解 我們下次見 哇 哈哈哈哈 我知道有些觀眾早就留言說 這個你之前好像說過了 或者你直播說過了 但片和直播是不同的 我希望就是 因為其實雪仔的片是多人看過 直播很多的 好慘 所以我覺得即使直播說過 片說的也有意義 但有部份的觀眾很喜歡說 雪仔其實之前什麼時候又說過 你幹嘛重複回 人類的本質就是複讀機 哈哈哈哈 所以難免會重複 尤其是很多不同的話題 例如這個電電實驗 後切實驗我都是經常說的 無可避免我只可以這樣說 不要在這裡說雪仔好難 但我每次都是寫新的稿 即使是同一個電電實驗 我以前都沒有參考過上次 我怎麼說的 完全重新出發 重新寫過一次 重新演繹過一次 然後希望大家 可以得到新的知識 就是溫固而知新 而且大家的腦袋都忘記 我之前說過什麼 哈哈哈哈 是有部份的觀眾記得 所以有時難免要重複的 是不是 大家不要怪我 不要怪雪仔 雪仔跟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 我們下星期見 今個星期遲了一天出片 就是沒辦法解釋 就是想懶人一日吹吹嗎 哈哈哈 拜拜 摸摸 雪仔跟大家一伯再見 固定了你認定的終極答案 你就會很不安了 原來我穿得多佳 穿得多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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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